Hello,大家好,跟各位介绍微软Office办公室软体中的PowerPoint简报软体的一些基本操作 我们这个章节想要跟各位介绍其中的一个编辑预设的一张第一张标题投影片的一个标题及副标题 那再来如何再新增我们所需要的投影片利用里面的选项 那我们最常用的是标题及内容还有空白这两个选项 如何再利用已经有的选项而做修改叫版面配置 那里面的标题及内容我们最常使用的那重建里面也有更多的功能 包括文字的列项图片查录或视讯其他更多功能 那这边我们针对我们的文字列项的项目符号来跟各位做说明 常用里面的项目符号预设的可能有原点 那如何做修改里面有没有其他内建的或者额外的图片跟制定功能 好里面还有些大小色彩等等的应用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桌面已经有这个简报软体的捷径 对着桌面的捷径快快两下 点选我们的空白简报 预设是一张投影片其实是空白的 那左边这是缩图 右边这边看起来是有文字列龙 只是它只是它预设的版面配置 而这个版面配置是属于标题及投影片的一个选项 好那它主要是让你可以新增标题跟指标题 上面的区块点一下 它提醒的内容自动会不见 自行输入你要的内容 例如输入好我切换输入法 我的简报 好确认文字内容 下面这边你不用按Enter 按Enter就等于你下面还有多的空白段落 如果不小心按Enter 你可以再按倒退键 它就会回来 下面这一个预设的一个指标题 好大部分都是记录你的公司名称 或作者名称 或者是日期等等 好那这边我简单的输入 这你所需要的可能简报人 好那这边输入你要的名字 可以多按Enter 加上你所需要的日期 好假设我选一个日期 好这是简单的一个标题 投影片所需要的主标题跟副标题 好主 那更多我们的文字内容可以再进行修改 好这个目前的编辑 好那这边我接着进行第二个动作 我需要的是两张投影片 两张投影片我需要的是标题及物件 好预设第一张叫这个选项是什么 可以点选这边来看 这个版面配置目前叫做标题投影片 而我待会要的第二张不可以点这一颗 这个是说要修改或是看现在的投影片的版面配置 我们要的是新投影片 常用新投影片的选项箭头点进来 找到你所需要的 那他提供的预设的11个版面配置的 那我要的是标题及内容 点选这一个 它就会产生第二张 依你的需求 好那如果下一张你要继续可以再进行刚才的重复动作 可以找你所需要的 那如果你要的 其实跟你现在所眼睛所看的这张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点选上面 刚才是点箭头的选项 这次你可以直接单独选这个图案 对着这个图案直接做点选的动作 它就是代表你的投影片同样的东西再复制一份 这样叫做新投影片 增加跟你刚才的一样的 好 接下来如果需要的是其他种的版面配置 那你就可以点选你所需要的 箭头点进来 我要的是空白 现在已经是空白了 我还要一张空白 就跟刚才一样点选上面 OK 如果下一张我可能只要只有标题 可是事后发现 我可能要的是其他功能 事后想要改 做错了方法有 把它删掉再重新 或者直接点选刚才这一颗钮 投影片的版面配置选项 版面配置在这边 好 那我的版本是office365图案的样式 跟您可能的有点版本不一样 好 那点选进来 这边就告诉你 你目前选到的是什么样的版面配置 颜色会凸显出来 如果如果这张投影片 我需要的是空白 那就点选就可以了 如果这张不需要 可以按右键做删除投影片 或者直接点选完之后 按键盘中的delete键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练习 在第一张输入你的基本标题 跟副标题的内容 新增两张你所需要的 我需要的标题投影片 是属于标题集内容的投影片 集两张是空白的 如果要做修改 只利用版面配置的选项去进行修改 好 各位试看看